什么 姜文迟跑了 那晚上订婚怎么办 并什么回来 面都没见过 是男人就该娶自己真心喜欢的女人 我一见过面走 我都没见 最近真是谁 什么种男人都敢去啊 还真撞到人了 我马上帮你叫救护车 等等 我的头好痛 你扶我一下 报言重点 他家现在比较安全 我得讹他了解 你别想几个钱就给我打发了 要不是你打电话的时候到车 我也不会受伤 放心了 我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不过 等你伤势以后立马都转了 成交 你说 到底为什么 什么样的长男人都敢摔我 果然长了腿的男人不能咬 长了腿就敢劈腿 敢打我 还是你啊 你不会怕 我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的鸭签老公 放心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这可是你说的 昨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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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真的和脱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不是冉冉吗 怎么跟我分手之后 只能找个瘸子了 哈哈哈 我说风剂里怎么有股臭 原来是垃圾杖 自己跑人前卸淫了 嗯 嘉明 然然也是可怜啊 就不要跟他计较了 要怪 就怪我吧 如果 不是你爱上我 他也不会自甘堕落 找了个 瘸腿的 哈哈哈 我就喜欢瘸子 断腿也比你欺欺老公 我喜欢癖好 你说是吧 不过 腿多也好治 砍了就行 对吧 你们 垃圾我们那边 慢走走走 哼 你别隐称了 你要是真不在意 下周地豪集团宴会 你就把瘸子给我带上 抱歉 我没空 地豪 好啊 我们去 你脑子也摧坏了吧 你是 怕我给你丢人吗 我不是怕你给我丢人 我是怕 那里的人嘴毒啊 我帮他们当面让你难看 算了 到时候 我会保护好你的 好赞 不长得也不差 就是黑的 这几天我给你用韩树白白腰 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韩树白白腰 就是这个 它里面还有烟纤 纯明色和骨骼 那个脸都准备白成真 还有韩树专业双肌 发现什么Turi 对肌肤体感效果特别好 你看我的脸 平时加班那么多 前段时间出去玩还暴躁 皮肤还是这么白金透亮 就是因为 我一直在坚持的脸 那 给你试试我的美白蜜蜜剂 有点多了 你把我弄掉 他还真打个残废来了 他穿得人模狗样的 然然 这可是江氏集团的邵总裁 主办的宴会 我们两家和江氏集团 可都是有着长期合作的 你真带着残废来 万一丢了面子可不好办吧 要不找你 抱歉啊 昨天网说了 今天这个宴会是邀请着的 你没有资格进入这个门 来人哪 把这个闯进宴会的 给我请出去 哦 我忘了 你走不动路 来人哪 把这个瘸子给我抬出去 少爷 你没事吧 怎么受伤了 别大惊小怪的 我好得很 少爷 你 你是江氏集团的少主才 张池 江少爷 是我游影不是泰山 咱们两家手上 可是握着商议的带子 您就大人不禁小人过 你 你连人都不会做 你认为你凭什么和我做生意 来人 把他给我请出去 哦对了 你腿多 应该走得快些 不需要我找人抬你吧 之前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不过 是你说要我做你的压榨老公的 嗯 不会誓言的对吧 当然 之前我也没想到 想来的刚好就是 讨我婚的江大神 你 你不会姓秦吧 老婆 我错了 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想到什么 我有一辈子 可以慢慢停下来 今天我升职咱们的痛快 痛快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诶 那不是你初恋女孩 一个人喝成这样 没关系吗 快一生快天气 想在可活的酒店里 那些人是 你 我的口红 也是美美的 不好意思 我赔上给您了 不用了 等着醒了 那是打给我 等一下 走吧 走吧 神经病吧 喝多了在别人手上火 轩儿 跟我来一下 升职赞磊 竞争上岗 为什么 公司谁比我更适合总经理呢 我 如果我没有计算的话 您比我大三岁的学长 一把年纪还跟我争本 请你这么多年 没个长纪 喝多了就去发疯 这么多年 你也没什么长纪 做那个神经病是 两位 关于竞争上岗的说 所以 谁拿下成熙的单子 谁就做总经 都写一天了 眼看天都快亮了 不用这么拼吧 你不拼 你可以走啊 你不拼 你可以走啊 撞得还不错 是你自己学长的 那就怨不得我咯 小秦总还真是好手段 看来早就准备好了 熬了一夜 还有时间画个全妆 手段是有的 不过这妆嘛 昨天画的 没吧 不过是叫兰全虚圣级金色粉 你看 二十四黑真金粉 这精致光泽 看起来就很贵奇 比奶油机高几多了 而且 我戴妆都快二十四小时了 也不可以配对 基本还是这么透露 秦若 你有必要吗 你脸本来就敏感 现在为了跟我争 连续戴妆二十四小时 你脸怎么受得了 你脸怎么受得了 甘去谢了 这有什么 我教人设计的金色品贴 添加了养福金色和白色妖T恤 上妆的同时 也能达到护肤的想法 宁愿接力 身上的拐强 不已昏迷 你看 戴妆二十四小时之后 卸了妆素颜 还是这么水的暖 我心里光泽 要是换别的粉笔 今晚我都不敢再化妆了 是谁我 甲方那个鸡仔 要我今晚再去谈 才愿意签合同 晚上 简直是司马昭之星 还让我去吧 到不了 合同签了让给你 总经理威胁给你 当时我们分手就是因为你喜欢擅作主张 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赚钱 记住 我秦冉 不需要你这 高总 这个合同 合同要怎么签 秦小姐 你应该比我更多 高总 您的意思是 秦小姐 你懂得 狗富贵 你竟然背着我在这里私会狐狸鸡 好你们一对狗男女啊 我 狗夫人 我跟我太太过来 是来找狗总坛合作的 签完合同 我和我太太还要去约会呢 啊 是这样 那磨蹭什么 还不赶紧签 哎 签签签签 什么 你要护婚 秦冉 我已经决定要跟艾莉在一起了 这婚礼你取消了吧 秦姐已经发出去了 这婚礼不能取消 秦冉 我知道佳明很优秀 但你也不能死缠烂打吧你 谁要回收拉起自己回收去 沈家又不止沈家明一个省 我宣布 今天这里就是我和沈二少的婚礼限制 这就是我二弟 你确定要嫁给一个瘸子啊 哈哈 那你怎样 总好贵你这个野瘸心盲的人 是吧 二少爷 这可是给狗吃的东西 没想到你吃的这么奇迹呢 哈哈 这小圈子 在秦家的生活可不好过 你想要这本书啊 啊 哎呀弟弟 书掉了 只能你自己去见 佳明你怎么回事啊 明明知道二弟腿脚不方便 这样他是拿不到书的 不如我来帮帮你吧 哈哈 佳明 你看你这废物弟弟 对我弟弟温柔点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动我干嘛 欺负我老公 你光动着你 我还打你 你 佳明 秦燃 你怎么能像副副一样动手 我作为行事的独女 三点破胆的人怎么 我不光打他 我还要打你 不要厚子薄皮 你 怎么了 你怎么吐血了 你哪里疼吗 要不要打120啊 没事 你这 就是牙肉老挡包 刚不小心刷太大力 行 啊 啊 啊 多吃辣不死你 这么喜欢吃辣椒啊 那这台女生 秦燃在欧望 仗是欺人的东西 给我滚出去一家 小缺子 你要记住 你现在是我情人的男人 以后 没人可以欺负你 好 睁眼吧 这是 你忘了 今天是你生日 对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之前啊 看你刷牙刷的老费钱 刷不干净 还容易伤牙 所以就给你选了这款 YouSmile笑容加小原品 它自带可视化屏幕的哦 牙齿情况都会显示在上面 比起没有屏幕的牙刷 一顿毛刷还刷不干净 它就像看了天眼一样 哪里少刷没刷干净 它都一项 试试吧 嗯 选这个智能模式 它会自动记录你的刷牙过程 而且一上手就是80刷牙法 都不用你自己费劲学什么手法 后操牙卡的肉渣 这下就不怕坏牙了 某人就不用去牙科哭鼻子咯 这下就不怕坏牙了 某人就不用去牙科哭鼻子咯 是你 诶 我不要发牙 我不要发牙 让你去牙科哭鼻子咯 现在看你慢慢护住牙 真是丢人 喂 小皮孩 这个给你 别哭了 从小都有来说 看牙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但因为有了你的礼物 给了很多勇气 情愿遇见你正好 二十二人呢 见到他没有 没有没有 只要那个瘸子消失 这沈家还不都是你的 沈家明 你把人给我交出来 什么人啊 你这笔都想了我不明 你还有心思在忍牵合同 秦燃 你在这发什么疯 我没动你老公 我真是 要他一个人 不方便 让他拿走 来人 把这疯女人给我干得越死 我 我看谁敢动我老公 你怎么站起来了 原来你都是装缺的 不这样 大哥你怎么会放松警惕 这家公司 现在已经属于我 你没有权利 敢造我的夫人 所以 你肯不是 你说过要保护我的 可不学来教育 有一个认识要是你的 是有什么体育 一起过呗 不过咱们从小到大 一起过了二十个圈 你怎么还是美人 你不也是单身狗 还好意思说我 大哥 我们可以有机会 认识一下吗 不好意思 我喜欢可爱些 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喜欢可爱的 那你呢 我得见你还有个男朋友 我 我 我喜欢 黄野的 大尔滨 大尔滨勋 黄野男孩知道吧 反正不是你这挂的 我也不想可怨啊 但是要是为他知道 我喜欢他的话 不怕我们连做朋友的 喜欢都没有了 那呀 平时总斗嘴 我也没看出来他对你好啊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啊 每种外皮打扮 又不吃早餐 活该 以后早餐我都给你带了 想吃什么记得告诉我 我错了你又该不吃 我发现你了干嘛 看你笑话 累不累啊 要不坐会儿 你仔细听 我从未爱过你 连你这么优秀都辞退 这副公司没点演过 我辞职已经是你教会主了 我辞职已经是你教会主了 哎呀 你笑个什么呀 什么瞎搞呀 这叫会一别错的 从没说对得相逢 大好的日子 要不要吃得快记住一下 你 其实该想着你 我也不知道想要出 也很难明确从什么时候 开始想了 但是 他陪伴了我目前所有的人生 哎 要不你趁着七夕 给他送个七夕礼物 看看他的态度 他要是不喜欢你的话 你就把礼物留下 礼盒带走 就是 店员报错了 我去 你这胡子怎么办 T恤都太吵了 早日心烦就没铁了 那也不至于烦到就胡乱穿衣服吧 脑子没法发射 我穿错了 我去换一下 怎么这个反应 难道我还不够狂野 这都没事吧 嗯 怎么样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想今天送给他 和他表明心意嘛 他上次车醒了可爱 当然要突起走号了 而且啊 我还挑了个护肤级的 菲利普提须刀 作为七夕礼物 可是 我听说 他今晚准备要跟别人表白的 什么 晚上 能不能来回家帮我喝吧 不 她表白 还有我来帮忙 也不知道她喜欢的女孩子 到底叫什么样子 亲眼 气息快乐 你跟我表白 怎么还让我来帮忙 我怕你到时候不喜欢 连朋友都没入座 所以我想好了 如果你没答应 我就说帮别人不值得 你这胡子拉叉 拉里拉遢的 跟谁表白会答应 正好可以检测一下 我给你买的剃须刀 适不适合 你跟我买的 对啊 这是我特意给你选的 菲利浦风潮九系剃须刀 你不是嫌之前的剃须刀太吵了吗 这款剃须刀 可以在超精英的同时 还能深度剃出护叉 而且它的压力感应科技 可以自动检测压力 显示不同颜色的光圈 让你更好地掌握T恤力度 像是过重的话 就会有红束的T恤 它的动力姿势应科技 也特别智能 可以实时检测 你的胡绪和肌肤状 减少继续拉长 走 我给你试一下 这个还挺顺滑的 那当然了 这可是护肤级的T恤刀 它这个刀头表面 附带了轻肤微珠涂层 上脸特别顺滑 有了它 以后你就不会刮伤脸了 刮得好干净啊 我洗一下 把它收起去台上 不用那么麻烦 放在这个无线清洁仓上就行 这个还都不需要充电 用T恤刀自己的电量 就可以让它给T恤刀 做一个深度清洁 你普通水洗得还干净呢 而且顺便润滑到头 你先洗洗脸吧 我出去等你 这样是不是不够狂野 没关系 我就喜欢你洗脸 你救什么 喜欢你 其实我也喜欢你本台的样子 你们常说 陪伴是最长期的 而最好的 就听比赛 等你 一时的 分手五年后在雨初恋 她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 你就放心旅游吧 我会照顾好我侄女的 人呢 爸爸抱 小朋友 爸爸不能乱叫 我爸爸走了 你当我爸爸好不好 小宝你怎么又到成人爸爸 对不起啊 是你 没想到五年没见 你连孩子都有 走吧 小孩蛮可爱的 今天几岁了 三岁 结果 我明明五岁了 五岁了 她 是我的孩子了 小虎 你怎么记错我的年纪了 小虎知道错了 别生气了 拿包 来 去哪儿 我送你吧 怎么又是你 不用了 还是我送你们吧 你背着包不好包的 那你来吧 吃外卖的 包开放楼下就行了 你去吃外卖 不吃你做 我做 啊 哇 好久都没吃这么多好吃的啦 你们 平时吃的不好吗 别误会啊 我可没亏大他 只是我在减肥 平时吃的比较清淡 毕竟 和你分手之后 我胖了二十多点 可不敢多吃 怀孕胖了这么多 这些年 她得吃多少苦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现在知道错有什么用 谁叫你当初的名字 我会改的 我送你 我来拿 我来 等你爸爸 或者让他对你去呢 别管了 我就要去 怎么了 他非要去游了 我原画面这么多大太阳 最近为了陪他 我都晒起几个度了 这个我有办法 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 就怕晒黑 马上七夕了 我做了很多功课 选中了这款 函数白白药 七夕限定版的一盒 它里面有 阴鲜胺 传明酸等 多种美白成分 还有函数专严 双筋发酵成分 Turic 听说用了它之后 就不用怕晒黑了 现在大夏天 你尝试它 除了 试试这个吧 巧了 我也想入手函数白白药 国货大品牌 成分有色 我只会是一种金色 想陪你一起去 想爱护博 想要你天涯海角的 不分隔 看它满天心和 心心多 看来这些年 没什么 不是的 我跟你分开之后 就再也没交过女朋友了 这也是为了你 我才去了解的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熙熙送我礼物 你还喜欢吗 是 我一直忘不掉你 也一直在互换 如果不是我以前太幼稚 我们就不会分开了 这些年龄的人带着她 我已经吃了不少了 我想 给我个机会弥补我的故事 这傻子不会以为 孩子是她的吧 小艾 我原谅你 今天不行 明天 明天是个好日子 哎 这就是 怎么 知道孩子不是你的 后悔了 不后悔 二婚子也没关系 我就喜欢二婚的 我会把他当亲身的来对待的 这么好啊 到有人来想孩子了 哎 归你了 归你了 哎 别开玩笑了 哥 一会儿小宝又要玩了 哥 你 你 啊 既然